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大为欢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刺激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哈 别拿这些就自己连法郎彩和粉彩都分不清楚 就别拿这些东西来忽悠别人了 这是有 现在呢 目前市场上有一些所谓号称雍正时期法郎彩的东西 其实呢 根本就是粉彩的东西 完全不属于法郎彩 另外这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问题呢 就是无论是从绘画摄色 以及这胎幼上 根本就达不到雍正时期法郎彩的水准的东西呢 也到市场上来敢忽悠 我也是说这些人真是没谁了 想怎么样忽悠怎么样忽悠 他忽悠的对象呢 是那些根本就不了解法郎彩瓷器的人 大家可以经过这个就看我这个对比的图来看 这个防品是什么样子的 法郎彩真正雍正时期的法郎彩又是什么样子的 这经过对比呢就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这是特别清晰的东西 而且呢 在法郎彩呢 有一些人只是通过所谓的文字描述上 听说法郎彩呢 高出这个右面 他呢 确实有的是高出右面 但是很低很低 如果不用拿手去摸的话 可能你都感觉不到 是非常低 这说明在雍正时期 法郎彩的这种彩绘工艺是非常精湛的 而且大家看这些这个写的这个字体也能看得出来 是完全不同的 跟雍正时期的没法比 另外呢 他这个钱的印的颜色也是差的太远 另外呢 就是这种所谓的底和圈足和款制 大家看这个真正的雍正时期的 如果要是用青花写款的 应该是这样子的 而且呢 他没有这种玉壁底 在这种所谓的玉壶春平根本没有玉壁底 这种玉壁底呢 都是在康熙的时候有 雍正时期就没有了 关于法郎彩的文样 绘画以及材料的情况 我专门有一个专栏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如果大家想学习的话 可以去我的专栏去看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化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